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昌宝 这样吧 我有两个侄子 他们忠厚老实 让他们带着丈良的公尺 陪你一块儿去 那真是太感激您了 可是我不知道 您为什么要这样帮我 当年你父亲来淮安的时候 就是我照顾他的起居 他每天晚上一边写折子 一边骂娘啊 我就问他 我说大人啊 您为何这样啊 你父亲说 我是大清律历的转修官 我最容不得 是在民生的册子上 目须作假呀 从那时 我的心里就知道 他是大清的忠良啊 如果严之县要知道 你为你父亲犯案 恐怕会 会有麻烦 不是麻烦哪 贵女 是麻婶啊 麻婶 我明白了 那我就更不敢 让您老人家帮忙了 姑娘啊 事不相瞒哪 在你父亲 离开淮安的第二天 有个人 深夜闯进了我的家 用一包生石灰呀 生生把我的眼睛 给抢下了 给抢下了 就是那个姓炎的干得事 他怕我 把你父亲发现账粮弄假的事情 说出来 就要封我的口啊 可是您今天 却对我开了口 这口气 姑娘 我憋了十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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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在 那中堂的亲自审理之后 该搞清的案情 大致都已搞清 是啊 要不然皇上怎么会 预约了三法司的定宴后 批下了斩粒绝呢 玉膳和石大臣 就要掉脑袋了 听你们说了半天 还是没能解开我心中的谜团 我提三个问题 你们分别解明 额要地回答我 下昏尊命 这第一 不光石大臣还有玉膳 他们所侵探的银两的来龙去脉 你们搞清楚了吗 这些银两花在了何处 查明了没有 每一两每一毫是怎么花出去的 你们有证词和笔录吗 还未曾全都取证 侵探的银两十额和收缴的银两十额 还对不上 第二 这些银两花在谁身上 他们各自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 查明了没有 还未曾如数查明 这第三 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条 玉膳和石大臣 不光在密折案和各省的封签案上造假 在其他的地方造假了吗 造假的后果又是如何 你们刨根问底了吗 按摩者 五十三刻快到了 刘大人怎么还没来啊 怕是快来了 不管他来不来 只要时辰一到立马开展 没错 我可以等 老天也不会等 对 这是什么地方 刘大人 我怎么觉得像喝酒猜拳的小酒馆 刘大人 案情虽有不明之处 可是皇上已批下了斩力绝 行刑就在今日五十 是啊 是啊 刘大人 来人 赞 被马马上去行长 快 折 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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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刻都快到了 你怎么才来啊 这个玉膳和石大臣都等不及了 想赶紧地去阎王殿喝杯黄粉酒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堂大人 这他们的嘴里塞的都是什么 塞的都是十丸子 因为今日行凶 斩的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十一个 怕他们临行之前 交头接耳胡说八道 所以就按规矩 每个人的嘴里 都塞了个十丸子 中堂大人 我要说 把他们嘴里塞的这十丸子 都拿出来 你不会反对吧 把十丸子都拿出来 他们的肚子里 可都有干货 还有未尽之丸呢 光天化日朗朗天坤 还有什么可怕的 来人 在 把他们嘴里十丸子 都掏出来 是 把十丸子都拿出来 那中堂 我是想把他们的脑袋 也暂时保留下来 把他们的脑袋留住 言清啊 五十三刻斩力绝 这可是皇上钦定的 皇上 是想让所有的官员亲眼看到 他们是怎么犯罪的 这些罪犯在这些官员身上 该不该 犯罪之后 当如何处置 中堂大人 我说得不错吧 但是我得遗憾地告诉你 就他们这个案子 还没有理清 每个人的肚子里 有一本烂账 还没有完全地拿出来 言清啊 三法司的官员日夜审案 从不敢懈怠 你不会 怀疑他们的定谊吧 不是不信任 我是恨他们 恨从何来 恨他们死到临头 还不能干干净净地下地 当然了 他们该不该放 谁说了都不算 可我是皇上任命的 督察院左都御使 三法司定验的这桩案子 我并没有签字盖印 所以 这个案子就不算定验 未曾定验这案犯 该杀不该杀 言清啊 这个案子 可是皇上亲定的 我知道是皇上亲定的 所以 我这不是来找您吗 咱们一块上养心殿 禀报皇上 把玉膳和十大臣案件的 细枝末节 跟皇上说清楚 我相信 皇上一定会收回成命的 言清啊 你说了这么多 不是跟我那个亲开玩笑吧 皇上 皇上签定着斩立绝 马上就要问斩了 却要让皇上输回成命 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胡闹 别急别急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嘛 我是在开杀戒 中党大人你听我说 等玉膳和石大臣的案子了结了 朝廷里大大小小 这些和他有牵连的官员 到时候我要对他们 一并地大开杀戒 好啊 能够如此秉公执法 而且对此案如此心细如法 我想皇上听了我们的沉奏 皇上一定会收回成命 谢中党大人 那好 我们去面见皇上 好 背马 驾 娘 他们都说你被人从坟里挖出来吃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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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只找到你的心 你的衣服 娘 娘 你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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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别哭了 我们送你回家吧 我没有家 我一家八口人 全都饿死了 就是我一个人还活着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麦香 麦香 你跟我们走吧 只要有我们三个一口吃的 就一定饿不着你 好 查清楚那个女人的来历了吗 小的打听了一番 无人知道这女人从何而来 可 从塔门上看 不像有什么来历 拿这个尺子 专前啃皇之地丈量 怎么会没有来历 那两个年轻人的来路 查清楚了没有 是 是县衙 柴夫生的两个侄子 这么说 衙门中也有人参与此事 是 严志贤 您看这事 这事好眼熟啊 十年前本官还在县城任上的时候 就见过朝廷一国叫周福天的壮修官 来到咱们淮安 带着一队人也是拿着工具 将那些啃皇之田一块一块的丈量 他们折腾了两个月 非说本官奉命绘制的淮安县肯荒田母于林册 再造假 这遗状就告到了雍正皇帝跟前 要不是当年有那秦那大人撑腰 这事可就闹大了 难道说那娘们跟周福天有关 十年前 这周福天就是因为揭露了肯荒田造假的事 灾了 听说发配去了宁谷塔 跟着一块去的是她的女儿 莫非周福天的女儿回来了不成 这事要是真的 那她女儿回淮安县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想翻那桩旧案 替她父亲平渊昭雪嘛 那这事可就麻烦了 大人您当年造于林册 谎报了几千亩肯荒田 得了朝廷的公贬 还拿了几万两朝廷的肯荒银两 更何况这些年 您按照那谎报的几千亩肯荒之地 向各村各里摊派说赋 十年下来又何止几万两白银哪 这些事情可不是我在瞎说吧 这些银子可全都是经您的手进进出出 这桩旧事要是翻出来了 那老底可就都叫人兜出来喽 这老底一兜 你报老爷不也一块被端了吗 这榆林册造假的事 可是你到各村各里出面摆平的 我 我 还打了包票 说所报田母绝无半点虚假 好 如今这娘们真要是将这一缸 陈年老粪给嚼起来 头儿个青丝的 就是你 一言之下 那 那这事怎么办哪 斩草二字之后 还有两个什么字 除根 对 斩草除根 这事啊 就交给你办吧 好 今儿晚上 我就派人灭了那个老头子 可知柴复生是怎么瞎的吗 不知道 施惠呛瞎的 谁 别动 你是谁 那个仗帝的女人 是不是周复天的女儿 你 竟然在犯十年前的旧案 你 你们总共造田一千九百六十亩 第一年征一成的税 第二年征两成的税 第三年只扔三成五的税 把他们带过来 让他们看一看 好 这就是不搅粮的下场 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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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子姐 家里实在没有多少粮食了 只有这点粥 明天我们去粥厂 一块淘碗粥喝 是啊 善子姐 你赶紧喝吧 善子姐 你怎么哭了 你们知道 柴树立让莫先生 送来的这包东西是什么吗 不知道 全是告状的状旨 是这几年乡亲们写的 什么 控诉的全是余林策造假的事情 三千多亩造假良田 每年逼着他们交税 真是把他们害惨了 柴树立把这包东西留下来 让莫先生教给我 就是要让我知道 有了这些东西 就能证明我父亲当年 跟朝廷没有说假话 这真是太好了 有了这些东西 那我在淮安的事情也办完了 那善子姐以后 就不用账田了吗 我要账的田 这些壮旨和血书 都帮我账 这上面写的书字 跟我父亲当年勘查的书字 一模一样 真是谢谢柴树立了 善子姐 你 你别谢有书 要谢还得谢谢你自己 是啊 要不是你来找他 憋在他心里那口怨气呀 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才能吐出来 善子姐 就凭这些东西 你真能替你父亲昭雪了吗 这仅仅是淮安一个县的事情 其他的县 我还要自己挨着个地跑 那明天我们一块陪你去 是啊 不用了 这些天已经够麻烦你们了 也谢谢你们 应该的 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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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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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万万叔 出什么事了 快走啊 快走啊 快走 快走 是谁干的 我想啊 有人对他下如此狠的毒手啊 这肯定是 肯定是冲着你们来的呀 快走吧 善子爷 怎么办呀善子爷 是啊 五爷 听说 英雄想成小事 身边就得有小美人陪着 想成大事 就得有大美人陪着 你说 我是小美人还是大美人 说正经的 美人 到了浙江 准备去哪儿啊 我啊 离开你呗 好啊 好 你怎么不说不好啊 腿长你自己身上 又没长我身上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 我还知道 你娶了一个叫大膳子的老女人 当老婆 对吗 评论 别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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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急 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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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 别急 台队 台队 大家都有 别急 排队 扇子姐 扇子姐 来 别急 排队 别急了 别急了 扇子姐 王不易 五爷 怎么是你啊 不是 大扇子 扇子姐 这个是山东的一个灾民 没有家了 我们就把他带上来 挺干净 这位是 他叫小冯珊 我嘴 我是古山的生死之宵 遇上你们真是太好了 扇子姐 我们承州去了 喝什么呀 喝粥啊 我想喝醋 别乱急了 放开 你们都是本忠堂的三旗亲军侍卫 个个应该骁勇无比 却敌不过一把剑 是你们丢脸啊 还是本忠堂丢脸啊 今后无论是使刀还是使剑 喜炼是低药诀 刀剑过处不得有丝毫犹豫 否则断难取命 喳 禀忠堂 铁公司奉命来剑 凭身吧 这什么什么什么 这什么什么 快点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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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杀人 杀人 你让开 来 大人 一行 大人 大人大人 大善子 你怎么会带朵还有 死报官 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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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县百姓都听令 本县 今年遭遇百年未遇之旱灾 万情良田皆如火燎 本官奉旨放阵 开办周场 汇集生礼 各位或许都听说过 早在乾隆元年山东放阵 刘统勋刘大人路过周场 打开锅盖 取过一把筷子插在锅中 依大清令 筷子扶起人头落地 各位请上眼 看本官给你们煮出来的是什么粥 好 等着瞧吧 好 安静一下 本官的话呀 还没有说完呢 眼下咱们是周少僧多 那肯定是不够 所以本官是按照官仓赈粮之配额 每日煮后周三国 这个诸位都已经亲眼目睹了 你们合上了周 把命给活下来了 别忘了给本官送上一把万民伞 好 快 别别别别 别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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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粥怎么不让人家扣呀 就是啊 你小子喊什么 睁大眼睛看清楚 衙门只管主粥 不管分粥 邀灵州啊 到隔壁去 我们要喝州得去隔壁呀 没错 我听说你在京城办了个寸土堂 生意挺红我的 这么小的事 众堂大人也听说了 寸土堂才开办没多久 我还不敢告诉我父亲呢 更不敢到处张扬 据我所知 寸土堂的内院修得十分精致 所请工匠都是修圆明园的御匠 行啊你 花重金把他们请来的吧 这些您也知道 京城就巴掌大那么点地方 这种事传得快着呢 请愚将这事要是传出去 晚辈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所以 这事啊 到我这儿就算收罗了 这么着 日后要是本中堂得闲 经常去你寸土堂喝喝茶 不就结了吗 大人这般垂暗 犹如再生父母 晚辈此生做牛做马 也难报万一 好了好了 起来起来起来吧 这事传到了 给我吃个便饭 这怎么炖水啊 水啊 水啊 这么多啊 真不错啊 这怎么炖水啊 这怎么炖水还好啊 水啊 这怎么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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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爷 咋回事 你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 官府怕朝廷治罪 烧了三锅厚粥交差 再交给当地的商人借他们的手 把这厚粥变成米汤了 那 那 那他们就不怕 五山 你干什么去 你们等着喝粥啊 五爷 大侠 你是何人 跟他们一样 是鸡鸣 鸡鸣 我看你是刁鸣 你拿把筷子你想吓唬人呀 看清楚了 这是放阵的民棚 不是官棚 天王老子也管不到这儿 你若是还想喝一碗粥 乖乖地把筷子放下 老老实实去排队 我说这位大人 你不看看你们才几个人 我这身后可有好几百鸡鸣啊 你让他们喝这钢子水 要是死了怎么办 就是啊 这我管不着 你管不着 好 刚才延南人也说了 按大清律令 快速起 人头落地 给我抓起来 抓起来 凭什么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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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阵若是周西福快 处以窄行 这是管谁的 这是管衙门管官吏的 现在放阵的是民棚 放阵的是报老爷 不是报大人 你小子连青红皂白都分不清楚 就敢来闹事 把他给我送牙子之罪 你说完了吗 你这怎么喝呀 我起开 五爷 五爷 这这五爷像是水呀 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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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水呀 这怎么办 这不是水呀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这不是水呀 这不是水呀 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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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 再喝一杯 来 中等八人 铁公子 来 吃菜 吃菜 你吃这个 好 八爹啊 你瞧瞧 多有眼力见 一表人才 人又聪明 将来啊 绝非是等闲之辈 谢仲长大人 我说剑妃啊 做我刚儿子怎么样 这 我 干爹在上 受铁剑妃一败 起来 快起来 这就败上了 我可捡大便宜了 来 咱们共饮此杯 以此酒为证 从今儿起 你就是我刚儿子了 干爹 来 干 恭喜 恭喜 倒酒 您坐 见尾 来 吃块肉 好 大清的半壁江山 都掌控在 中唐大人的手中 有多少人 做着梦 都想趴在地上 看看王爷脚底下 那颗 削印哪 可真正看到的 也没有几个 据我所知 中唐大人 从来没收过干儿子 铁公子 您福分可不浅哪 王后 还望潘大人多多指点 好说好说 干爹 以后我就听干爹的 纵然是肝脑涂地 也在所不辞 好 来 剑妃啊 既然你已经 成我干儿子了 那干爹 就唠叨几句 最近哪 朝廷接连不断出了 几个大案子 这些案子过后 皇上对廉政 那可叫更加重视 你虽然现在没有做官 没在朝堂上行走 可毕竟你是官宦子弟 千万不能像有些人那样 竟做一些对不起皇上 对不起朝廷的事情 你给干爹记住咯 一定为大清为皇上 尽心尽力 不然的话 你对不起你爹 也对不起我这个干爹 干爹教诲 孩儿铭记于新郎 好了 来来来 来 再干一杯 干爹 带你去官府治罪 等等 说话的是什么人哪 方老爷 我想跟您借件东西 什么东西 布袋 你要布袋干什么呀 成州 刚刚我绑了一个傻子 看来现在又要绑个女疯子 好啊 来人 把布袋拿着个女疯子 是 老爷 麻烦有谁 能帮我把粥盛在这个布袋里 什么人 得到小子 你ere 关闭上往 那 Tam 大家看看 这是珍珠吗 大家看看啊 举致是在羞辱吧 老爷 不是羞辱 我是取证 取什么证 当然是罪证 看来你是个疯婆子 就是这个德行 将这个风女人给我乱棍打出 等等 报老爷 不着急 等我把话说完你再动乱棍吧 这位师爷 麻烦借你的大清律律一用 莫非你也能看懂大清的王法 我想借用一下 能借吗 不借 好 不借也行 那麻烦师爷 把大清律律翻到卷九的条例 什么意思 拿给他看 不是我看 是你看 你还想教本老爷认字不成 不是认字 是认罪 瞧瞧瞧瞧 这女人疯婆子就是这个德行 师爷找他说怎么办 麻烦师爷 麻烦师爷 把大清律律翻到卷九卷 念上面的条例 您兼放镇之法 以镇州挂带不漏为度 为者 怎么不忘下念了 念 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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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念啊 你想干什么 念啊 我想干什么 念啊 这是皇上定的王法 你要问我想干什么 那就是问皇上想干什么 说得好 是不是 是啊 说得好 说得没错 说得好 你给我念呐 你给我念呐 民间 民间 方镇之法 以镇州带不漏为度 为者 还有一个字我来替你念吧 斩 是这个字吗 就是这个字 就是这个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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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是疯了 大人 把这个风景人给我绑出来 谁敢 闫大人到 好 闫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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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我不杀着你 坤这东西 有负本官的重拖呀 赶快 熬出后州 发放给百姓 把人马上给我放了 是 是是 放人 快快快 麻烦你翻开 大清律律的第九卷 看看里面的条例 还有什么是治衙门罪 本官已命人把人给放 你还想干什么 若是您不愿意告知百姓 那我来替您告知百姓 有谁能拿大清律律 帮我对照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 好 我来 镇纪灾民 以及捐免钱粮 各州县官 若有侵蚀肥脊等地 照贪官吏 隔职 拿问 一次不差 好 好 好 你自己看吧 真乃奇女子也 本官开了眼界了 我愿意告知百姓 不差 我愿意告知百姓 我愿意告知百姓 不差 你不差